怎么个托亚入欧法呢 福德玉吉认为 世界上的国家有开化 半开化野蛮三种 非洲那就是野蛮 中国日本朝鲜土耳其 这就属于半开化 欧美国家是开化文明的国家 所以我们要向欧美国家看齐 要学习欧美国家 所以这个东西叫做文明开化 用西方文化来改造日本 有个地方坐过了头了 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以前 一千多年是不吃肉的 全国素食 吃点海鲜 所以他长寿 吃点海鲜 吃点海产品 牛羊肉没有人吃 明治维新之后 天皇看到了 因为他是佛教 所以明治维新之后 天皇一看 我们日本人身体素质不好 你瞧这欧洲人 牛够马大的 一问人家为什么人家吃肉 好 天皇带头 早点不吃寿司了 牛奶 面包 加牛肉 天皇爱吃那玩意吗 你想想 他肯定不爱吃 常年吃素的味 他吃那玩意 他消化的了吗 没问题 那我也得吃 我不能老吃海鲜 这马上容易得祸乱 咱争取得疯牛病 吃这个 然后 头发也变了 小分头 不像原来 拉过来 小分头 和服脱了 穿西装 和服走道 半字一根头 踢着他拉了 半字一根头 然后穿西装 有人建议天皇 以英语为日本的国语 咱不说日语了 全民学英语 因为日语太野蛮 洋人听不懂 天皇下列 推广 天皇自己在宫里带头学 一学发现舌头的构造有问题 你听日本人说英语 你还不如自杀去呢 死了就算了 死了就算了 C 这个字母 C 他也发个C C 他怎么的他也不行 他舌头去做手术 拿烙袋给孕一下 C C 韩国人得用 韩国人得用 韩国人比日本稍微好点 没有那英语的刺 买牛奶 超市买牛奶 对 Milk 听不懂 Milk 来一个会英语的 Mi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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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什么叫Milk Milk 日语Milk Bilding 日语Bilu Bilu 日本人说美国 Amerika 这就是他的英语 Amerika 这就是他的英语 日本的英语 Amerika 所以你要听日本人说英语 你能晕过去 你能晕过去 所以这个 文明开化了 学西方了 既然学西方 有人跟天皇说 咱们是不是禁止日本人之间同婚 日本之间不能同婚 俩一米六的生一米五的 俩一米五的生一米四的 日本人之间不能同婚 咱是不是跟洋人同婚 改变日本人种 天皇一拍大腿 好 慎何振意 但是 推行起来很困难 日本女的要嫁出去 可能还很容易 难道要迎娶进来 这太困难了 太困难了 所以这个特别有意思 特别有意思 日本 但是特别重要的一点 就是日本人 特别重要的一点 很值得 我们学习的 就是对什么的重视 教育 对教育的重视 这个你不能不配 明治天皇说了 咱们得让北海道山里边 冬天啃萝卜冲击的电农的小女儿 读完小学 北海道 这是日本最穷的地方 还是北海道山里边 最穷的地方 最穷的地方 里边的什么人 电农 冬天只能啃萝卜的那种电农的女儿 还是小女儿 天皇的话说绝了 这话天皇 谁说日本人不幽默 天皇说绝了 对吧 日本人 日本人典型的重男 轻女 他那会因为没有计划生育 他生出来 生出来这孩子怎么办 要不就扔了 要不就卖妓院去了 小女儿那更是 更是 就扔了卖妓院 让这种人都要读完小学 所以1904年 日俄战争爆发的时候 日本普及了小学 当时连英国都做不到 英国发展多少年了 做不到 日本在04年普及了小学 31年 918事变爆发 日本已经普及了初中 中国今天都做不到 中国人 中国今天 中国人平均受教育的年限 是八点几年 八点三是八点几年 也就是中国人的平均文化水平 是初二 平均文化水平 是初二 是吧 你到西部那些个 有的那地方 你看看去 92年 92年 不是现在应该好点 92年我们去 从西安往北走 第一站 坚决贯彻九年义务教育 第二站 坚决贯彻六年义务教育 第三站 坚决贯彻四年义务教育 那儿的人 你问他 你什么毕业啊 高小 高小 什么叫高小毕业 小学就小学 高小 六年是高小 四年是初小 小学还分 分级呢 我高小毕业 民国那时候都是什么 初小 高小 有区别的 有区别的 高中 初中 没听说高小 初小的 是吧 这个日本在那个时候 教育普及程度相当高 教育普及程度相当高 所以你看那二次大战 日本兵在中国作战 他单兵作战素质很强 就是因为他受教育程度高 训练的好 是吧 所以他们经常 泄露军事秘密 是吧 他给家里写信 我师团现在到长沙 然后他被击毙了 咱搅和他的家信 他们师团打到长沙了 赶紧步兵 是吧 你看我们中国人不泄密 是吧 不泄密 你逮着我考打我没用 我真不知道 是吧 你答 我答死也不说 对吧 我不是不想说 我真不知道 从来没出过村 现在跟部队跑外省来了 你问我这是哪 姥姥们都不知道 你答我什么用 我不说 我们保密关键墙 是吧 文件你搁他眼睛底下 没关系 我们不看 是吧 保密关键墙 不认字 不认字 是吧 不认字 是吧 你看日本人 单兵素作战素质很强 是吧 为什么 跟他的文化程度高 有关 你别不要以为干这个 不需要文化 是吧 中国体育为什么上不去 道理也在这 是吧 也在这 是吧 你文盲跟硕士 你就踢不过人家 你连教练的力图 意图 你都理解不了 是吧 何况你还不认真踢 你体力还不如人家 是吧 你体力还不如人家 是吧 嗯 中国最好的就是足球上28个人跟他们踢 是吧 他们罚起四个主力 然后咱上28个 是吧 那都踢不过人家 是吧 那都踢不过人家 是吧 是吧 是吧